大家好,我是麥玲玲 《竹點新聞》的觀眾 在兔年大吉大利 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恭喜!恭喜! 兔年想升職家庭朋友 就留心一下文昌星 今年文昌星比較特別 是飛到中間 屋的中間,這個叫中宮的位置 即是一間屋來說 如果你在平面圖打一個交叉 它是中間的位置 你可以的話,沒理由在屋中間的位置 放一個富貴粥 其實整間屋,可能是走廊位 或者通道位 不妨放四支富貴粥 白色的水瓶 或是花瓶,白色的花瓶 再放四支水養的富貴粥 水木雙身 代表著步步高升 可以考慮一下 如果真的不行 我們在辦公室的書桌上 放四支小小的富貴粥 或者所謂開雲粥 都能夠令自己的事業運強化 偷戀腰財運好一點 南邊是很重要的 我們正南這個位置 可以多放水種的植物 大葉的植物 過年期間放些水仙花 過了年之後 放一些重要的東西 例如金元寶 又或者一些金幣 又或者象徵財運的財神 放這個位置 那就自然財運好 兔仔年的開市吉日 是有初六、初九和十二 但初六是充熟兔 初九是充熟馬 十二是充熟雞 如果你是以上新潮 避免回那天 就盡量在另外的日子中 開市來說 通常公司要我們早點或遲點 但我覺得最好你自己 盡量跟回合自己的日子 在公司來說 如果你說後面才是開工的 我們前面找個好日子 lock in 了電腦 擦一下桌面 如果做銷售的朋友 打電話給一些對你好的客人 這樣都是一個好的開市 全年順暢的意思